各位評審,大家好,我們是賢虎 我是黃秋雲,這位是張根好 丁建宗好,洪麗茲 那今天將會有我們四個為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這組針對MuDiKa 進行的一個行銷期望的報告 那今天的報告大講總共會有四項 第一個是我們會先有背景的分析跟定位 那接下來還有我們就是這一次 針對為期六個月的整合行銷活動 那再來就是還有預估 比如它的效益增添還有一個預算 那最後我們還會加我們的就是企劃的一個體驗 然後延伸到的實作的部分 今天也為大家就一併分享一下我們的節目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會由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背景分析跟定位 那今天的背景分析我會分成三個構念來講 一個是市場然後今天整個消費者的部分 首先市場分析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說進口車市場 其實在台灣大約在20%左右 那台灣我們講大概30萬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算是不容小數的地方 再來是最近的年輕人的汽車市場 值得注意因為現在是根據官方統計的數字 就是市場年齡好像越來越晚 那如果我們要focus在年輕人市場市場的話 他們購車的人可能將會是 就是新婚族或是單身會族的部分 再來就是油價盤升的移情 因為最近前色的油價比較高 那就是針對可能大型房子的部分 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如果像是小型房子的話 可能可以加強一下這個部分 那再來是接近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是 2006年到2011年台灣頂級進口高級房車的一個銷售量 我們可以看到說在2009年以前 Virkswagen其實是在本領先的部分 那大概2009以後呢 Mercedes Evans在日位置第一 那其實從這張圖就是成長率的部分 可以更加明顯的看到 Mercedes Evans在2008就是飛龍海嘯之後 跟BMW就是成長的幅度比較高下 而那個Audi的部分只是明顯的比較高一點 那其實在小型房車的部分 Audi、Mercedes Evans跟BMW都有各個推出 就是不同的一個車款 那所以我們在進行就是其他新化的部分 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就是競爭對手的一個 行道的側面還有他們的未來成像 好,那針對再來是消費者的部分 根據一個就是零丟公司的資料顯示說 那的是Event其實主要為大家帶來的一個品牌影響 表示偏向尊榮、贏得對方尊重 就是比較一個高點鼓搖的一個品牌影響 那在針對就是購車族群他們 購車的一個考量因素的部分 可以明顯看到說20歲的那個稅 主要是外觀還有成績跟安全配備 而30到40歲的程度 30到40歲款的因素的部分 其實跟20到30歲的年齡層性不相同 因此就是在推銷的部分 在我們行銷測定的部分的時候 可能這幾點都是會比較主要的部分 那因此我們就是會鎖定我們的目標客群 那部分就是25到35歲的男女性 那因爲The New B Class算是一個比較比較低 然後算是小型房車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定義成是一個 冰室的入門車款 可能就是讓 交費者在更更年輕的時候 你可以接觸到冰室這樣 好,那我們的產品命位就是Being Your Life Being Your Life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 把B Class建立在一個 就是陪伴你生活中的一個夥伴 它不僅你一台車 它可以陪你很久 像我們教兵設三個核心裡面 Responsibility, Perfection 跟 Fossimation 那我們希望透過就是接下來的行銷活動 可以讓它建立到一個Be With You, Be The Best 還有 Beyond Ordinary 就是讓B Class成為消費者可以 讓它與消失反而是比重不同的 好,那所以在目標部分 在短短的六個月內 我們希望可以增加B Class的知名度 因為我們認為是購車比較涉嫌的投資 那可能短時間也沒有辦法決定說 是想要購買什麼車款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增加 就B Class的一個知名度 讓大家有額外認識 那之後可能透過一系列的活動下去增加 增進他們的preference 所以在長期的部分 希望可以讓B Class成為購車組的一個 理想購車的車款 好,那接下來的部分 就會有跟好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行銷活動 好,就是藉由那個背景介紹之後 我們進入我們這個活動主要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其實這所有的活動是介於 就是基於一個消費者對於一個品牌認同的建立 那是從Awareness到Interest到Engagement到Preference 這四個機制 那在Facebook的連接是它會貫穿所有的東西 然後它是一個資訊的平台 所以我們把它定位成Awareness Bossman Awareness 然後在路邊裝飾跟中型訊號 我們都它就是屬於一個互動式的概念 會就是讓大家對於Massessence的interest提高 然後在最後的Driving Party的時候 我們會就是讓大家會有一個engagement的一個體現 然後最後在這些活動總結之後 會大家會配上一個那個product product或是brand的一個preference 那在他們以後就選擇車款的時候 會以Pclass或是以MSessence 為一個重要的目標 那細項的介紹Facebook的粉絲專頁 其實為什麼我們想要以網路 就是以這種網路讓大家就是得到一些資訊 其實因為網路現在的發達 然後大概其實以網路為主要的資訊取得管道 大概百分之五十的一般人 他們是在取得車的資訊是先透過網路 然後以25到35歲的人 我們翻了一些論文 他們大概是百分之七十的人 會透過網路來取得一些關於車訊的廣告 然後我們想要創造一個就是官方資訊可以傳達 然後也可以讓車友在一個平台上就是互相交流 然後我們想要 而且我們想要連結部落客跟車訊論壇 因為其實他們對於消費者對於這些 比較非官方的一些訊息 其實他們接受度會比較高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樣的可信度 其實會比官方所發布的消息 還要可以更親近他們更可信 然後最後我們還會把它當作一個抽獎的平台 就是在我們最後的Driving Party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部分的入場覺得是 藉由這個品牌傳出來 然後我們最主要的就是互動式廣告機台 就是這是一個簡單的模擬圖 那簡單模擬圖其實它就是一個機台 然後可以擺放在各個地方 然後它是一個螢幕跟一個就是一個方向盤組成的 然後當大家開始跟方向盤互動的時候 螢幕上都會就是會顯現出一些互動式的 比如說遊戲啊或是一些資訊 比如說可以放一些就是Must Expense B-Class的資訊 或是一些Leach 然後為什麼想要做這個其實是想要增加 就是消費者在互動間的interest 然後因為互動式 所以其實可以打破行銷廣告 就是比較畢病方式單方面的一直曝露我們 把我們資訊曝露給他們 可是他們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印象 或是不會有太大的一些就是 心裡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然後其實在心理學裡面有一個即時反規的一個效應 其實當我們在參與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自己心裡會有對一些心理的記憶印象 那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對於印象的加深 跟一些就是比較資訊傳達會有比較高的效度 然後我們這個機台其實可以擺放在各種不同的地方 然後可以強調說其實冰式是與你同在 然後藉由機台提供給你們快樂或是一些資訊 其實會讓強調說冰式就是與你們同樂 就是Being your life的感覺 然後我們會再把這個中型的機台就是連結成一個 一個機台然後連結成中型的一個互動式的活動 那這其實是在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它是法國的一個礦水水廣告 那大家是騎乘這個互動式的機台 然後連結到一個最後中央的一個屏幕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可以利用這個特點 然後來就是做我們一個中型互動廣告 在台北高雄我們就預計各方一場 然後就是這個媒體播放率就還蠻高的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大眾其實會想要去參與 或是覺得這東西很酷 然後會微觀會就是開始一起同樂一個活動 然後在法國 目前為止我就知道法國這個廣告其實比較有名 然後我們可以藉由這個廣告 其實我們開始可以拍成一個CM 然後可以去播放出去或是在YouTube的平台上發布 然後為什麼可以結合BeClash的宣傳 因為它剛剛你可以看到那個圖片是一個Sripper 是一個脫衣母男 那我們可以把那個我們的車子 把換掉脫衣母男 就是可能是一個圓形的一個車子的展示台 那大家可能是把那個互動式機台圍成一個 把它圍起來 然後就我們跟機台互動的時候很像是 就是有一些意念就很像轉動我們的一個方向盤的時候 我們會連結到最後的車子 那車子會有一些聲光效果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就是車子的展示 車子的展示 那大家在同樂之間 就會可以看到那些車子的一些特點 然後其實是有點像是跟它玩樂的感覺 然後可以就讓它 就是我們可以宣傳到車子也可以讓它玩樂 然後它也不會覺得這麼的刺耳 所以說是直接的一個很直接勞斷的宣傳活動 然後最後是Be the Best Funding Party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一個Driving the Theater的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想要就是做品牌認同第三階段去參與 讓真正對於B-Class 或是真正對你們這邊有興趣的人 可以進來參與 接觸到更多不同的實體 那我們還是想要採取25到35歲 所以大家年輕元素就是派對跟電影 然後為什麼我們還是想要做Driving the Theater這個概念 在我們的一個活動裡面 其實我們想要創造出一個氛圍是 Mashibans它是一個車子的創造者 所以它在很多領域它是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那台灣其實還是沒有Driving the Theater這個概念出現 那我們最先做到 只有我們做到 因為我們是領頭羊 所以我們就是 還是想要把這個概念放在我們的花裡面 那在我們花裡面一定會有實體車展示 Diller或是一些工作人員會介紹車子 然後就是讓他們打破 就是一開始覺得 哇 冰尺好像是很遠 我們遙不可及 然後可能不敢踏入 就是展獸中心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還是會把 互動時裝子再擺進來這個party 因為這個互動時裝子其實還 應該是滿耐用的 然後它可以一直一直重複的 會讓大家覺得 這東西其實重複性的 會讓大家覺得 哇 這東西其實存在 然後重複性的會加上他們的印象 然後此外就是對於一些 就是成本的節省其實還滿不錯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配置 就是還有會有美食、游泳、提驗區 然後還有一些互動室還有物質這樣子 好 謝謝 在介紹完我們整個型家活動之後呢 接下來由我來介紹我們的 預算以及效率分析的部分 首先在預算上 我們將我們的預算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FB網路宣傳活動 那預估將會花費額21萬左右 那第二個是互動式廣告機台 預估將會花費150萬 那第三個中型的互動廣告活動總共有兩場 一場大約是160萬 那兩場加起來總共有320萬 最後一個我們大型Driving Party的部分 預計將會花費500萬左右 所以四個活動總計加起來 都會花了990萬 那在活動效率分析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是在FB網路宣傳活動 我們希望藉由就是網路關鍵字 還有一些入口網站的首頁Banner廣告 以及在汽車的Banner廣告 來增加我們的資訊的互廣度 那我們預計在今年的下半年度的宣傳期 就會吸引超過10萬人次來點閱我們的關鍵字 還有我們的Banner廣告 那在小機台互動裝置的藝術上 我們預估會有5萬8千人次參與這次的機台互動體驗 然後大約吸引了約5萬人次的觀摩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參與者 或者是觀摩者的宣傳之後 會有大約10萬個人次可以了解 我們一定是B-Class的資訊 然後在中型活動的部分 我們希望藉由就是機台裝置互動 還有一些就是剛所提到的新車 會在活動的現場或有些新車發表介紹 能夠讓這些參與者更加了解賓士B-Class 進而增加就是品牌認同度 那在最後的Mercedes-Benz Dragon Party 我們會邀請大約我們的潛在顧客 大約300到350位參與這次的盛會 那我們希望這些參與者在參與之後呢 能夠留下賓士就在生活中 以及賓士是年輕活潑的這個品牌印象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們 能夠未來在過程的時候 會將我們賓士B-Class列為第一個考量 那就是以上就是大概我們報告的內容 那我在這邊為大家做個就是重點的總結 首先就是我們整個的 Being Your Life行銷企劃這個企劃作賞 是以賓士的三大型價值 也就是Responsibility, Profession跟Fascination 做我們的一個發想主軸 並且我們就是創造了三個標語跟這三個主軸 互相結合分別是Be With You, Be The Best 跟 Beyond Ordinary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個Being Your Life 就是整個行商活動 就是讓這些消費者或者是參與者 能夠從品牌的認知到參與我們的活動 從品牌認知到你幫他們對這個品牌的興趣 然後到願意參與我們的活動 最後就是增加他們對這個品牌的preference 認同度 進而達到我們的目標 我們希望能夠傳達給年輕族群 賓士跟生活密不可分的概念 我們希望增加年輕族群對於賓士品牌的認同感 最後當然我們希望這些潛在顧客 未來在過車時候 能夠將賓士列入他們的第一考量 那接下來會有E 詞來為大家介紹我們十座全國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主題就是 B Class在清大 我們是配合在清大的校慶當天 配合他們的校慶園遊會來舉辦 因此吸引到不只有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 甚至還有畢業的校友 那我們整個活動目的就是B Class初體驗 因為相信有大部分民眾都還沒有搭乘過B Class 甚至有絕大部分的人可能也沒有搭乘過賓士車 因此我們希望提供這個機會呢 可以讓他們來體驗我們B Class的 perfection 包括像車子的安全性啊然後舒適度 然後呢我們希望可以提供給他們一個愉快的試乘的經驗 然後呢讓他們把這份喜悅跟他們的朋友來分享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們整個活動的流程 首先是試乘和拍照 我們會邀請我們參加的民眾呢 可以坐上B Class來體驗我們的車子 然後呢我們也會為他們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再有工作人員為他們拍下他們的跟B Class合照 然後上傳到FB的粉絲專頁 接下來我們會請他們填寫簡單的問卷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問卷可以取得一些關於消費者的訊息 然後是出出樂抽獎完成前面兩個步驟之後就可以來抽獎 那我們提供了獎品包括冰式的鑰匙圈 冰式的運動休閒帽還有冰式的鉛筆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我們有六個名額 可以搭成我們的B Class來遊青大校園一圈 最後一個夢想五味就是我們有提供 可以讓這些參加者呢在他們的在便桃子上面寫下他們的夢想或是期許 然後貼在我們這個板子上面 那圖中這位先生呢是獲得就是抽獎獲得我們的冰式鑰匙圈 其中這個拍照的部分我們上傳到粉絲專頁之後 會有一個維持一個禮拜的投票活動 那投票票數最高的呢可以把我們的B Class模型車帶回家 那圖中這一位先生他們這個照片呢就是獲得最多讚 就是328個人幫他按讚然後把我們的B Class模型車帶回家 再來我們做了一些針對問卷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首先當天有358位民眾來填寫我們的問卷 那其中呢如果再加上一些是跟爸媽一起來參加活動的孩童 我們以及有些民眾可能試成了但是可能填寫問卷 我們估計有400到450位的民眾參加當天的活動 那我們針對這個年齡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首先25歲以下大概有45% 然後25歲到35歲是33% 那剩下的部分是35歲以上的民眾 那從右邊這張圖可以看到 男性的比例是佔的比較高一點的 再來我們就在問卷中有問到說 請問您是否知道賓士在3月推出新款的B Class 從這個統計圖表中我們會看到25歲以上的民眾呢 大部分都是知道這一項訊息的 那我們推估是因為25歲以下民眾他們還沒有購車的打算 因此只有49.69%的民眾知道我們新推出的這款B Class 那特別可以注意到25歲到35歲的參與者中有 70.09%的民眾知道這個訊息 那我們推測是因為他們剛好屬於購車的年齡 或是有購車的打算 因此會特別注意到市場上的資訊 接下來我們針對當天的活動還問了 請問參與了今天的活動是否提升對賓士品牌 以及對B Class的認識 那從這個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看到 整體平均而言都是90%以上的民眾感到認同的 但是特別看到這個25歲到35歲的 這個百分比似乎比其他族群來的低 那我們做的推測是從剛剛前面可以看到 有百分…這個族群有70.09% 直到這款B Class的訊息 所以我們推測他們可能已經在透過各個平台和媒介 已經對B Class有一些初步的認識 因此他們可能在活動當天不只想要試車 他們還想要了解車的性能甚至可以試駕 那最後我們這個活動總花費只有16,159元 這邊對剛剛的訊息做了一個簡單的 Summary 那以上部分是我們透過當天的活動 希望可以吸引到他們注意 就是增加消費者對於品牌認同 第一階段就是Awareness 那接下來在Interest部分呢 我們看到FB粉絲專業的一些統計數據 首先這個累積粉絲的朋友們 也就是說到…這個是昨天的數字到5月7號為止呢 所有我們的粉絲的朋友們 來訪過我們粉絲專業的人數呢 致累積是97,229人 那特別是這個不是重複的 沒有計算重複的人數 那下面這個圖表呢 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的線呢 是每週總數級人數 也就是每個禮拜呢 有來看我們粉絲專業 不一定有留言 但他有來觀看我們的訊息 或是觀看我們的照片呢 在這個最高峰的期間都有超過1萬名 那最高的時候有1萬9887名的民眾 來看過我們的粉絲專業 那下面這個則是有留言、互動、分享我們的訊息 這個有高達將近7%…高達700人 在這個最高峰的時期 那下面是一些我們活動的堅硬 這樣這個的話呢 是獲得我們的那個可以搭乘B Class 有輕大的這個朋友 然後他就邀請了另外…是這位女生 然後他邀請了另外兩位朋友 一起來參加這個搭乘的活動 那其實整個過程是非常愉快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父母 是帶著小孩子一起來試乘 這個是當天的排隊的盛況 那其實除了當天的試乘活動 當天有很多民眾其實是對我們的車子 感到非常有興趣的 那我們這位工作人員呢 他其實對這個車款還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因此當天他跟很多就是有興趣的民眾 做了比較深度的介紹 那以上就是我們當天校園活動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報告 謝謝